老公 啊 我想睡觉 睡不着 你想个办法让我睡着 我能有什么办法让你睡着啊 我不管 反正你要想个办法让我睡着 我只数三个数 要是我睡不着的话 你看我怎么失误失你 你这 快点的 我问你个事啊 啥事啊 为啥你们老爷们都喜欢漂亮的女人呢 那因为不漂亮的 这家有啊 会说话吗 会说话吗 会说点话能使吗 不是吗 老公你最喜欢我身体哪个部位啊 屁股 为什么 因为你嘴会骂我 手会打我 脚会踢我 唯独只有屁股 不会欺负我 那你信不信老娘一屁股坐死你 哎呦 哈哈哈哈 姐夫跟你说个事呗 啥事啊 把你的车借我一下呗 不借 啥 你看你这人 你也不用他 给家放着也放着 在那扔着也是扔着 借我用一下呗 能咋的呀 那也不借 哎 你真行 行 你要想借车也行 我跟你出个问题 如果你答对了 我就把车借给你 行 什么水不能喝 啊 井水 不对 雨水 也不对 该水 还是不对 那是什么呀 小朋友 我发现现在的老爷们啊 聊骚可能个的 一到关键时刻就完了 我这不这两天 可私心里聊了一个小老爷们吗 哎呀 这天天对你关心卑质啊 啊 起来了吗 啊 吃饭了吗 渴了吗 乐了吗 那还假如给你整的 都让你上头啊 我这心思都这样了 这么关心我啊 这么会疼人 亲密的接触一下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 就我一个人 我说你来呀 当时就懵逼了 别敢来 啥也不是 顽图子 瓦呀 哎呦 你妈 爸 干嘛呀 我听说我妈怀孕了 那 你们还打算生下来 啊 不是你们咋想的呀 我这三十来岁人了 你们现在就二胎 啊 你今天必须对我合理的解释啊 解释啥呀解释 有啥好解释的 这就好比你们手机游戏似的 大号电费了 还不能拿小号试试 你昨天是不是偷看我洗澡了 妈呀 你这样讲好像我对你有意思一样 他们洗我也看 不是光看你一个人 哎呦 你妈 你 老公 我刚接到领导电话 我得回公司加班 今晚上你就一个人在家了 一定要听话哟 行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嗯好的 打几块呀 两块 这不我前妻吗 干啥来了 我这不来给你送洗铁来了吗 咋的又解释婚呢 会不会说话呀 我怀孕了 妈 怀孕了 你不是不孕不孕吗 生不了孩子吗 谁说不是呢 你说咱俩离婚半年多了 我这夸他要怀孕了 咋不事呢 那你你这个指定不是你的孩子 哎呦我的妈呀 大夫都看完了 已经撒孕了 你说不是我就不是我的啊 假怀孕这是 就你呀 还有个自欺欺人的 就这么说还不明白吗 你说咱俩当初离婚的时候啊 那个你妈说我多暂停 啊 结婚七八年了 不下单的母亲 你你宣传咱俩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你 你那你怀孕吗 咋的咯 啥意思 我俩显悲的咯 那不是显不显悲呀 哎呀显悲啥呀 我有孩子了 你没有啊 嘿我这妈谁告诉你我没有啊 妈 你也有孩子了啊 我跟我现在的媳妇结婚不到半年 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哎呦你们 妈都生了 哦 我说你呀真是 啥你也不是 对了 我刚才也要说啥的 就是你看着妈 我杜水的孩子 指定是我的 就你媳妇的孩子 那就不一定了 我媳妇肚子的孩子也是我的 哎呦妈 就这么说你还不明白 就怀孕吧 得十个月能生 你这半年就生了 还能找个事吗 你不知道我打小就这个毛病吗 干啥都快 做什么都快 哎呦妈 啥也不说了 我跟你说 就你脑子啊 就跟那个绿叶似的 结绿叶似的 哇里哇里 绿好 绿健康 对不对 你会生小孩吗 你说什么呢 不白生的 如果你给我生个儿子 我可以给你五头猪 如果你给我生个女儿 我给你五只羊 如果你给我生个龙凤胎的话 我就给你十头猪加十只羊 在家怎么叫我 老公 在外面呢 哥哥 遇见漂亮的小姐姐 怎么叫你的 小姐姐 我哥哥喜欢你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优秀 我当时取名的时候 你不到一百斤 现在你只能有一百三十斤 你还跟我离婚了 对 不给你过了 行 你就逼 房子车子送款 全给你 都给我 对 但是我就有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 从我取名到现在 你只要长得有三十斤肉 这个都是我为了 领头我就不要了 你就还我三十斤肉就行了 我就给你 三斤肉我怎么还 你别笑 我就给你买三十斤肉 我就要你吃上这肉 别的肉我不要 你 你什么你 花不花我可不理 你回来 我又回来 什么 说这个 你气死我了 行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好吃 我再让你长两肉 我让你还不起 滚 小鱼子 帮我洗个澡吧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可是我姐还在家呢 哎 你去不去啊 去去去洗走 来给你 我的扣子怎么开呢 快点 我这扣子怎么开呢 你个人 哎 大哥 啊 你啥时候还我钱呢 老妹啊 大哥知道你挺紧的 其实大哥憋了也杠杠的 哎呦 等上了秋 大哥把房卖了 一翻身 肯定把你那窟窿给你堵上啊 行了 我不要了 说有这么一对新结婚的小夫妻啊 这晚上睡觉啊 这老公啊 都搂着这媳妇 这也都说了 说这媳妇啊 说爹 别人娶个媳妇 一百斤 我娶个媳妇 一百三十斤 说我这是赚了 假量不假价呀 不会呀 这媳妇啊 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劲 这媳妇 都也说了 说老公啊 说别人家找个老公 身高一米八 我找个老公 身高还不到一米七呢 说呀 我这是缺金短量啊 我这赔一辆 哎呦 你刚刚唱的什么 你再给我唱一遍 你说的啊 唱 我唱了 你可不许生气啊 哈哈哈哈 男人都喜欢别人老婆 想知道没啥听过说 就像云桃 他没吃过 心里总是惦记着 老婆想家常便饭 别人的老婆想酒店 虽然天天在家吃饭 心里老想去酒店 人为啥 听我言 我应该去酒店 好 我一选择